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件事和你的好兄弟有关 对,就是我的好兄弟张杰 他最近做了一件非常让人觉得很温馨的一件事 对,一场牵挂了七年的爱心救助 他帮助一个小女孩 就七年前,九月二号在上海 一个才三岁的四川小女孩 他就是可能不小心,他掉到油锅里面 全身都烧成重伤 然后张杰他就是帮助了这个小孩 可能到处筹款或是到处找医生这样子 然后他这个小女孩终于在震灾 终于获救了 然后最近可以接受手术了 六月儿童节跳舞的时候 手拍不起来 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手能够抬起来 和别的小朋友一样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心愿 小盈盈却渴望了七年 当然当然他非常坚强 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 我能够了解到的是 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阶段 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故 然后受伤也好 怎样也好 他对自己的心灵的创伤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原来在中国梦之声中 有初次表现的张姐 正是当时救助小盈盈的好心人之一 在小盈盈手术准备期间 张姐一刻不停地守候在病床前 为小盈盈打起加油 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 相信小盈盈可以像正常小朋友一样 快乐成长的梦想 将不再是奢望